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四推車 你不想當韭菜了嗎 我不想當韭菜 所以呢 我就當割韭菜的農夫 今天來到現場是2022年的Telsla Model Y LR版本 新車當時是239 但是韭菜割一波變212 Performance的版本是259變237 當時各大YouTuber一陣操作 發短影音、發IG、發FB、發YT 被割了 炒一波 這個當時我們沒有買 所以現在我們有個機會 終於買到了這一台 然後它的里程數是5000多吧 好這個是一個客人 他因為要出國 臨時要出國工作 買了用不到 把這個車托付給我們 讓我們觀眾有機會 也讓小獅有機會來試一下 差在哪裡 好不好 聽說是這個價高的Model 3 好看一下 欸這是要介紹什麼啊 它特色在哪裡嘛 不是我不是說它沒特色喔 我是說跟Model 3就差不多很像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到底要介紹它的哪個地方 拿文公尺來量是富貴 貧窮、貧窮、災難 你知道那車上有一個一個嗎 我知道啊 欸不要說我們在湊人家 我是在說那個拉開會跟你講說 是花開富貴 還是春暖花開 還是菊花台高 對不對 它會有建議嘛 量一下軸距啊 量一下這個鋼良是發財 天丁 哈哈哈哈 之類的啊 對不對 買車也是要求一個富貴吉祥啊 對不對 長得很像啦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鋁圈好不好 鋁圈總不一樣了吧 很多人會換20吋的喔 它這個LR的版本呢原來是配19吋的 它如果是Performance的版本就是21吋 255 45 19的胎皮有反刮材質 啥沒有啊 一秒教你怎麼辨別 你就看輪胡就好了 基本上呢它這個新的特斯拉 已經2021年第三季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原本有一些鍍鉻的地方 它其實都已經把它變成平光黑了 應該省成本 它有一些窗框有沒有 還有這個水切啊 還有這一顆啊 對啊連門把我剛剛講的 本來也是金屬色的嘛 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 這就是一個模組化嘛 它能夠把這個東西 越生產越便宜 就像我講的 它如果要一桶江湖 有一天有一個Model 3 或是Model 2出來 100萬左右 我跟你講其他的人都不用玩 然後其他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要介紹什麼啊 看一下那個組裝公差 聽說這一批是德國做的 不是美國 德國做來看一下組裝 來來來來來 聽說組裝德國應該會比較好 欸 趕快啊 高低差啊 你看這裡也是啊 公差還是很大 還是很大啊 靠北啊 你看這裡 這裡是密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開的 欸我這邊這樣看公差 中間那邊特別粗 特別粗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段啊 這一段特別特別寬啊 我剛剛看到一個地方滿誇張的 這裡 你看這裡不平面 這個門超過 門比較凸 對不對超過平面了 這個紙過來會直接插進去 有沒有 沒有在同個平面上 這個縫也是啊 下面比較細 上面比較寬 對啊 你看這真的也是耶 欸你看這裡那麼大 啊這裡那麼小呢 這裡超大 欸這個也是啊 還是它是故意的 我們一律 我們都是零公差 我們設計就是上面出下面吸這樣 所以我們全車都上出下吸 如果是這樣就收得過去啊 都一樣啊 不是只有一兩處而已 不是硬尿喔 是因為這個車我真的不知道 要講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覺得都差不多 不過有機會 因為怎樣 Model Y打在標題上面 應該多多少少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流量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出來試一下 雖然我覺得開起來 可能也會差不多啦 它這次續航的里程喔 WLTP是542啦 快速充電站30分鐘可以充270 我上次有試過喔 它剩下42%的時候 因為我有設它最大Mox充到90% 那我們店裡面的那個 那個新增的那個快充好不好 實現充電自由的快充 一個小時50分鐘 可以充42%充到90% 啊我不知道算快還算慢啦 我們店裡面那個大概是 二十幾千瓦小時的快充 好一樣 原廠保固四年八萬公里 電池是八年19.2萬公里 和風美食這邊會多一個小壓尾 然後它的充電呢 高端 然後有沒有發現它這是舊牌 上下綠色的 車主故意的 他故意在標牌 好像跑到 故意跑到南投去 就為了這塊牌 他覺得這樣比較好牌 這個每個人不一樣啊 選個69的牌也不錯啊 沒有 他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比較特別啦 你覺得好看嗎 觀眾朋友 聽說領完啦 領不到了 看一下後車槍 後車槍應該打 先看後車槍 上面有一塊遮板喔 這怎麼掀起來 它為什麼掀不起來 這是家裝的嗎 這片原本沒有嗎 這片原本沒有 它叫你不對啊 這個就是這樣 它為什麼這片不能掀起來 等一下它掉不起來嘛 所以 然後怎麼樣它就先這樣是嗎 也不行啊 這樣 這樣 它就這樣 對啊 咦 還是怎樣 我們等一下要被砲 說我們不會用了 阿呆 不行喔 你這個 要剪掉喔 啊這個是什麼 喔 坐以青島是不是 喔 它這個車主有加 這什麼 掛鉤喔 這車主買了很多配件 這塊毯子也是自己買的 好 下面 欸 這裡是嗎 車主送我們什麼 車主連充電裝都付給我們 我們還叫人家去他家拆了 這應該是一些 腳踏墊 腳踏墊那個地毯 這裡有一個空間 這個就是同一個系列的配件 墊子 有一個牌子有在賣 腳踏墊啊 這什麼 這很重耶 遮陽板 天窗的 天窗真的會很熱 天窗的天氣 我快受不了 欸你看我的汗 你看 有沒有 盛虛 哈哈哈哈哈哈 後面真的變很大 900公升吧 971公升 那青島以後呢 2158公升 那我記得它這次 車身的尺碼長寬高 都比這個Model 3 車長多了57mm 車寬多了71mm 車高是多了18公分 軸距加了10公分 所以空間上面應該是會比這個Model 3大很多 有很多人Model 3換這個就是 小朋友啊 嬰兒車啊 行李箱啊 行李箱這個28吋應該可以放兩攤 門檻的地方喔 黑色的其實蠻漂亮的 然後中間呢 它這裡有一個 有直絨毛的 那這裡有一個這個 置物盒 它這撥開 裡面有兩個USB 一個Type-C 中央扶手打開看一下 喔 裡面有一個點驗器耶 這個可以拿起來 置物空間我覺得是蠻夠的 15寸的大平板 全景的天窗 有一個地方我覺得很特別喔 它現在門上面的這個把手啊 我印象中 它舊款的應該是鋼琴烤漆的 現在也改成瓶光黑了 然後這個一樣 假的木頭 不過它這個木頭質感還不錯喔 蠻有溫暖的感覺 它這車主掛了好多掛鉤喔 那也有掛鉤 它買了很多配件 咦 這裡有手套箱嗎 阿呆 哪裡哪裡哪裡 手套箱 雙黃燈在這裡 很多人如果不常開找不到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LED燈啦 但是有點偏黃色 那有那個鑑按的功能有沒有 我就說 這個一般的車要做這樣子 比較有質感一點 然後它後照鏡超小 你看這個好可愛 超小 比起一般車還要小很多 好來看一下後座 差不多 OK 我就知道 這個車主應該有看別的YouTuber的影片 它把後座出風口也加裝了一個保護網 它這個黑色的是一個保護網 它是一個魔鬼站 有沒有 怕你那個張動機掉進後座出風口裡面 對 這是一個出風口 它怕張動機跑進去 這個跟這些腳踏墊是同一套在賣 同一個系統在賣 我連廠商都知道 所以它是買全車份 對 它全車份都買了 可能包括這些掛鉤 杯架的 腳踏墊 後行李箱的托盤 它這個網子 全部都是一起買的 中間呢 有後座出風口 兩個Type-C充電口 兩個杯架 不過這兩個杯架不紫喔 寫寫的 有什麼 有了這樣就紫了 如果坐太正的話 這就會寫寫 這個天窗我在這邊 我手這樣熱輻射的 哇很可愛 這邊有一個閱讀燈 還有一個掛鉤 哇臭豆腐 好看一下它的那個隔音膠條好不好 這一代應該進步蠻多 可是我不知道它進步在哪裡 這怎麼這樣折啊 這完全都補個膠什麼都不要 你看全部都沒有補膠 它就像飛機蒙皮一樣把它折起來了 而且水分一定會停留在這裡 之前不是在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都要打膠 硬的軟的有沒有 就是因為這個板筋折起來啊 這種折縫的地方都很容易停留水 你看像這個這麼大 我不相信水不會停在這裡 折線折起來其實有點小粗糙 這個我覺得不是膠 這應該是烤漆 填滿這個縫隙的啦 我覺得應該是烤漆 不好看 好 膠條的話我看這裡 喔 你看它這裡很神奇耶 它不是用那個一般車黑色的東西封起來 它直接在裡面就把它 做的時候就做折起來了 一體沖壓的 你看這螺絲黑的耶 上下都黑的啊 蠻特別的 所以像這種資訊都要記起來以後才知道 有沒有被換過 不過它這個塗裝真的不太好耶 你看除了我剛剛我講折線那裡 你看這邊有甘馬腿有沒有看到 這橘子皮超明顯的 這樣應該可以看到 對 而且你看這裡喔 這烤漆的毛邊你看 整個拍下來整條都是很醜的 不是硬尿啊 這真的要加油 已經是試占率最高的電車了 不要讓人家有東西好講 把它做好一點 所以膠條呢都蠻厚的啦 它的膠條其實這個都做得蠻厚實的 好大一條喔 這隔音應該是會不錯 你看有逼住這裡 上次Pureus我記得做半截而已 就是缺這個 就缺這個 應該隔音會還不錯啦 好啦出去試看看這台車開起來 跟3有什麼不一樣 跟XX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走 Go 你好我想要看車 看車要年輕的 吃冰人來了 不用不用 壽司狼耶 很好吃耶 這台車況好嗎 一手女用車 怎麼說這樣呢 這是一手女用的啊 這台應該是上次那個黑帥妹妹那台 應該是她男朋友的車吧 1788一樣嘛 很簡單嘛 你看她男朋友用車 她用她男朋友 那可三打流也是嘛 就好錯 這樣子講也可以喔 一樣啦 那這台多少錢 278 278 我怎麼覺得你 你在罵我 278減身 278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喔 那這台是元七嗎 元七 元七 可是這裡 有色差耶 這應該有考過七吧 喔 你是說那個元七喔 我以為你說的是換老婆啦 我想說原來就是那個七啊 有時候會想換啦 老婆不要啊 沒換過元七啦 對啦 原來的老婆啦 我想說你那麼關心我喔 可以算我便宜一點嗎 很便宜了啦 我跟你講 小本經營 一台車都賺好幾本而已 很小本啦 不然你可以送我什麼 不然這樣啊 你等一下附近金簽約買一買喔 我就送你離開啦 送我離開啦 不是啊 那你不送我便宜一點 又不送我東西 那我這樣我怎麼跟你買 我是因為看你是那個 抖音什麼星秀 那個檳榔層 我才跟你買的 這樣喔 抖音來的喔 好啦別說不算啦 我送你最新一款的 行車記錄器 較讚啦 就是這台 Apple Dash D3 Plus 標準版 升級2K拍攝啦 獨家廣角鏡頭 跟望遠鏡頭 最大射程 50公尺左右 一台是很厲害的啦 還有這台 商業版的 Apple Dash D3 也是2K雙廣角鏡頭 兩顆 但是呢 我有搭配紅外線燈 清楚的紀錄你車內的影像 齁 你若是你 塞車車的朋友啊 人家黑白灰 賣付錢 我跟你說 通通給它錄下來 有這兩顆 兩台 R3 Dash D3都有 新增無線連接功能 用手機 App跟機器連線 隨選隨看 遇到車禍 馬上可以分享 齁 不然你自己嘲笑的 像是三寶分享出去之後齁 隨便啦 還有 他們都可以支援 R3 Dash R1 這樣就可以前後 一起錄製2K解析度的影像 頭前到後面 都把你拍得清清楚楚 非常的有保障 他們還有另外 一項新產品 R3 Dash S3 我跟你說 跟別人一樣 S等級的齁 4K解析度 搭配剛剛的那個 防水後進口 你就變成前後同時 都是高化值錄影 一樣都可以支援 手機的APP跟GPS 而且我跟你說 你買這台 我送你一張 監控等級高耐寫機一台 實在是有夠讚的啦 不過我跟你說 這台喔 還是要加點錢買這一台 也是不錯的好不好 很好用啦 你去看看 哇 那這樣子還不錯耶 那我買了我買了 買了齁 沒有啦 帶人拿去 趕快吃東西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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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怎樣 那個什麼 Drive三小那個 那個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殺艇模式耶 滑行 看不能開耶 現在打P檔嗎 滑行 好我試看看 我們有充電裝了啦 充電自由了 有沒有 看到沒有 我昨天把他充飽了耶 我昨天把他充90% 對那邊你吹冷氣 最好是83% 古秀滿硬的耶 我現在是用滑行開 好不好 我習慣滑行 還是要用那個 那個都考驗角力 不要再用油車思維開電動車了好不好 雖然會滑 但是還是會 搖速 好 好 把右轉燈 這邊會顯示右邊 喔 幹還說煞車啊 什麼笑耶 還是要控制角力耶 好 來吧 終於買到 麻豆歪了齁 不過我們這個是 LR版本的 不是什麼 Performance Performance比較貴30萬對不對 259 259 對不對 259嘛 貴三十幾耶 欸 229嗎 後來調212嘛 對 那212以後 Performance變了多少 啊 減22萬 那黑蕾仔 那韭菜那有夠 一個便宜18萬 一個便宜22萬嘛 結果他不是說 100天要賣他也沒賣啊 他還在開吧 撩不下去啦 老公撩了 所以我跟你講 YouTuber看看就好了 哲菜也多賣不下去 好險 我們不要當韭菜 我們割別人的 我們這次真的是 那是算割到別人的韭菜 車主喔 因為好像臨時的外派嘛 那要出國工作了 當初買的時候 還不知道 為了要出國工作 所以才把這個車賣出來 很有趣的是 他有三隻狗狗喔 我們的採購去跟他收了車 也順便收了一隻狗回來 是怎樣 好像兩隻大狗 一隻小狗 後來最小的那隻還沒有人認養 然後我們的採購專員 就想說 他們家狗狗死很久了 也沒再養過狗了 所以就順便 孤了車也順便把狗孤回來 滿有趣的啦 有時候這種工作之中 買賣之中 還可以遇到這樣的緣分 也是不容易 好我看到現在喔 欸不是啊 不是這個車喔 它等於就是加高加厚的麻豆山嘛 我覺得現在的車是這樣 我真的很佩服一些車評朋友 現在的車都用那種模組化設計 每一台車裡面長得差不多 外面長得差不多 開起來也都差不多 可是卻要說出不同的評語 我覺得蠻厲害的 我真的沒辦法耶 不要說阿呆 我雖然公司車很多 每次阿呆問我要拍什麼車 我都冷冷的 我覺得每一台車 都差不多嘛 就是你拍過試過 你就覺得就差不多了阿 你像我們那個X4M回來很久 我都沒有拍 你不覺得為什麼我沒拍那台車嗎 沒有我連有這台車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不在公司上辦 你眼中只有你的粉紅色那台 不是啊它有在店裡啊 它一直都在店裡啊 喔你說藍色那台嗎 對啊 喔那是M啊 不是M啦 那是X4的30i M版 再上去才是M 對啊那個我也沒拍阿 我不覺得那個你會拍阿 我會覺得打開門裡面 就差不多這樣阿 啊外面看了也差不多是這樣阿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要說我什麼 你不覺得我會拍 怎樣都推給我就對 沒有那就跟X5差不多 對啊你就怎麼看你就覺得差不多阿 然後就一點興致都沒有 你不覺得嗎 提不起勁了來 所以今天拍這個歪 也提不太厲害 沒有不過有啦還是有一點阿 我就是實際以我自己開起來的感受阿 當然那個油門踏板的那個反應阿 反跪煞車什麼我覺得都蠻像的 但是我開到現在我覺得它的避震器啊 蠻硬的 就是過這個減速坑有沒有 跳動其實蠻大的 然後尤其你慢速在平地 都會道路阿 你過一些人孔蓋阿 坑洞阿什麼 我車其實蠻跳的 我覺得比起這個3來講的話 轉一下彎彎 轉彎不錯阿 等一下應該快點轉彎阿 而且隔音也蠻不錯的阿 我媽的我現在只聽到冷氣的聲音 因為現在太熱了 它這個冷氣真的會比較慢涼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大天窗 再加上在我們公司曬了一個早上 這幾天真的很熱 我這聽那個隔音 隔音也不錯阿 有些人說覺得下半部的隔音比較擦彈 我覺得還好耶 風切聲音一直也還不錯阿 還不錯阿 雙層玻璃耶 對啊隔音還不錯阿 這有三米後一樓耶 可是我們冷氣真的太大 調小 還是不錯阿 我覺得算不錯阿 蠻安靜的 而且現在隧道裡 隧道裡應該因為有那個 回彈的關係 隧道裡面應該要更大聲 那我覺得現在靜下來還好 我發現開這個車的 都會屌住 那我那個同學 把它都屌住 本來買2020舊版 後來又換22的 那它會不會換這台 不會 台大台 我跟你講這種車都是 用得到空間的才會換 所以這個車我相信有很多的3 換這個 所以造成在 約末去年年底左右 Model 3大跑手 整個價格崩盤 Model 3是真的價格被壓低很多 所以其實現在去買Model 3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坑洞真的蠻跳的 可是好像也只能這樣了 因為它如果再軟 我覺得應該就變暈車了 就變PT4S了 對不對 它這個等於就是PT4S已經換完QS 你知道嗎 0到150秒鐘 300幾匹 71 371 Performance是437 差50匹 50幾匹 旁邊有一台 它把旁邊這台車換得好大 可是其實旁邊的車短短的 我還以為是貨櫃車 它分辨出來了 對不對 它剛剛以為它是一台貨櫃車 然後後來它分辨出來了 很多人在說那個什麼 HW3.0 HW4.0版本 這個應該是3.0版本 之後會有4.0版本 它選配FSD 可是那個在台灣好像比較沒有用 就是識別紅綠燈啊什麼的 所以FSD好像很多人覺得都不要選比較好 因為在台灣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用得到 FSD是那個嗎 會自動下交流到那個嗎 對啊 沒錯 你看我被逼的也要去研究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就說很多是這個車真的開完之後 已經習慣 這跟用iPhone很像 就是你iPhone用習慣 叫你回去換別的系統 你真的 也不是說換不了啦 就是你人齁 年紀越大你就越不想要去 花時間去學新的東西 對不對 這也是為什麼 我跟我老婆可以相處這麼久的原因 原因之一啦 原因之一啦 好不好 不要說它全部都是這個原因 你要被殺 我是說 你就覺得不想再花時間 再去學習新的東西 對不對 你現在換一個 換新換新啊 又要重新調校 重新磨合 那不是很累嗎 會耶 會側傾耶 車真的太高了 也是沒辦法 不是說它不能側傾 這是我們開起來的感受 它這台是這個LR版本 是19吋鋁圈 然後我記得Performance版本是21吋 多兩吋 它這個過彎 不是過不去啦 就是會讓你有一點點心虛感 然後會側傾 這也沒辦法 座椅 支撐性還是一樣不怎麼好 有啊 這個椅子 沒有什麼包覆性 大腿跟背都沒有什麼包覆性 它這個是不是有通風椅啊 有啊 它這個皮料其實滿熱的 剛忘記開 你看喔 我說那個麻豆3在掉價嘛 對不對 連我們不常收特斯拉的 我們都會收到好幾台 真的就代表車商都已經買到都溢出來了 我們才有機會撿到嘛 要不然有一些很愛賣這種車的車商啊 收收收收收 它來一台收一台啊 可是那個數量真的多到喔 車商都吞不下去了 本來也沒有在什麼 在買賣特斯拉的同行啊 那一陣子啊 幾乎每個人都買到了 所以汽車市場是這樣喔 當一個車這樣一直拋售出來 這車廂就一直接嘛 對不對 那有的很開心啊 因為它賣特斯拉有賺到錢 它就一直接 接到它沒錢了 欸怎麼好像沒那麼好賣了 它就溢出來 不收了不收了 不收了之後 我們這一些 比較不常收的就開始可以撿到一些 屑屑了 你看這間還滿漂亮的 所以你看那個價錢的影響是真的還滿大的 之前有講過特斯拉不是有自己的網站嗎 其實很多的消費者來問我 特斯拉的行情想要賣的時候 我都會說你要不要自己去網站 我這個價錢我給你 給你高呢 我痛苦對不對 因為韭菜回來有可能換我當 給你低呢 你又覺得說 阿小四你怎麼估那麼低 所以其實這個很難去抉擇啦 大家都痛苦 那不如你特斯拉網站去PO看看 我有朋友也在特斯拉網站觀察很久 他說其實有的車上面的價格 都已經是賣很久的價格 因為它不甘淪為韭菜 它價錢就不降啊 它就一直PO 反正如果它沒有金錢上的壓力的話 所以有時候未必呢 你在上面看到的價格就是中端的售價 很多客人也會講啊 他說 小四哥 我的車怎麼估那麼便宜 我到某某網站上去看 我不是指特斯拉 我說其他的車也是 我到某某網站上去看 人家都賣 比如說你才估70 人家都賣90 那它還會有一個原因 它會讓你看到它賣90 就代表它賣很久 你可能下個月看它還在賣90 因為有些人他覺得他自己的車 很有價值 他覺得便宜的就不賣 他賣不掉他也死不降 有這種人啊 車行也會有啊 有車行 可能他去年前年就已經買了這部車 他那時候是用那個時候的行情買的 所以他掛那個價格 掛到現在他還不願意降價 那人家都已經掉價再掉價 再折價再折價了 他還是想要賣他兩年前的那個價格 所以就一直掛在上面 那你消費者一看到那台賣90萬 你就會覺得我車有90萬 可是你怎麼不去看那些PO假價格 因為有很多PO假價格的 PO30萬40萬 所以大家這個還是要取一個平均值 你要買賣車你絕對不要去看 最高跟最低的 將會誤導你 但是如果以正常的一個交易的操作 你應該是要去看那個平均值 最近不是有那個MeToo事件嗎 你有沒有看人家發文說 黑人不是一個人 大牙不是一個人 中文博大今生 大牙不是一個人 黑人不是一個人 你理解當中的那個了嗎 就跟男孩女孩出軌有什麼不同 女孩子出軌是因為心動 男孩子出軌是因為心動 心動 新動 NEWHOLE 不行我要讓大家認真測一下 加速一下 加速還是一樣的快 就不用講 來不踩煞車直接過完 不是我不踩煞車其實它還是會減速 所以我油門不能放 每次都會忘記 忽然開到電車都會忘記 就是開電車的習慣會變成說 你煞車要少用 有時候是利用油門踏板的深淺 來控制你的減速 所以常常會忘記 就是從油車切換成電車的時候 會不記得 然後就會不舒服 不過這台車開起來就沒有 我們之前開Model S那種 沉重的負擔感 我覺得它的尺寸就比較平易靜人一點 之前XR開起來真的心理壓力蠻大的 推特的新老闆馬斯克有說 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會比人類自己駕駛要安全三倍 現在是3.0 他說如果用4.0版本 會比人開車還要安全五到六倍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真的假的 但是我比較懷疑的是比人安全幾倍 這個怎麼量化出來的 怎麼計算 3.0版本 那個量化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怎麼去量化出這個 比人安全三倍這個 這個數字出來 蠻特別的 簡約北歐風 有沒有看到 簡單的木頭 裝飾就好 我覺得省成本真的是一個趨勢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特意獨行 像我們這樣 好有車要用粉紅色的啦 還是說對不對 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買一些人家 比較是路面上不想要跟人家撞山啊 聽說有75%跟Model 3的零件是共用的 所以其實以這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來看 的確這個是量產模組化 的確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思維 也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你看各大車廠其實在幹這種事情 外觀跟內裝 你看起來就是異曲同工之妙 甚至很多內裝的配件 門把 電動窗的開關 出風口的形狀 中控台的設置 等等 基本上你都覺得相似度非常高 甚至懷疑說可不可以是可以留用 互相留用 那這樣才會省成本 對於製造商來說 對於消費者來說也好 它也可以這個比較便宜的價格去維護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真的最大的壞處是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 尤其今年 就是在路上看到特斯拉已經不覺得 很稀奇 或是想多看兩眼 除非它貼得很帥的膜 或是它有一些比較 改裝的東西 對啊弄成金龜子綠 之類的那種 你才會想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你跟海莉可以當朋友 一個粉紅色一個用綠色 我不知道你們通常裡面都裝什麼 要不然真的今年來 路上能見度真的高非常多 特斯拉一間車廠賣的數量有沒有 不要講一間車廠 講Y就好了 我記得Y現在已經賣五、六千台了 它比其他車廠所有電動車 加起來的總和 光一個Y都比其他車廠的電動車 加起來總和還要多 一個車款就打其他全部的電動車 什麼IX啦 什麼IONIQ IONIQ IONIQ 還是什麼 Bili 4X Bili 4X還在交車 上個月好像交四百台 你有在注意 我也不願意啊 對不對 要不然觀眾朋友要知道一些訊息 我們要跟人家分享 講話講一講 那個檳榔城的口吻怎麼會跑出來 最近眼太兇了 我發現啊 那個大任檳榔城比任小司還要那個 還要多耶怎麼辦 還有老婆跟老公講說 你為什麼要跟那個吃檳榔的人買車 這樣好嗎 不行 我們要切割了 我覺得是時候切割 檳榔城要開一個 自己的頻道這樣 會不會到最後超過主頻道 不過我跟你講沒哏了啦 你就看現在人生活多郁悶就好了 跟這個這樣看也可以 其實特斯拉的那個煞車 就不會有那個 Toyota車的那個 那邊晃晃晃 奇怪 我不用很刻意喔 我就順順的停下來這樣 他就不會這樣 Bili 4X是這樣 我們那紅的有沒有 賣很久終於賣掉了 賠好多錢 我後來算一算不對 前車主賣給我們 其實他沒賠什麼錢 因為他有領二十幾萬 他也有中那個 美台幹嘛招回 他不是80台而已嗎 那時候交的就是那些 所以他領了二十幾萬之後 賣給我錢 他沒虧什麼錢 結果我沒領到二十幾萬錢 我賣到虧錢 好險我們拍了7749部片 天橋下縮書 要不然我跟你講那台虧死 不過真的買的人喔 我跟大家分享 電動車其實真的就是這樣 跟我們買的人 他就是住那個 在彰化那邊住透天的 所以自己家一樓就可以充電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買那個電動車喔 有時候還是要看一下 使用習慣 就像我講PHEV Toyota的一樣 如果是用我的使用方式 我到公司有的充 基本上我上下班 應該很少會用到油 所以那種車我覺得就很適合我 那電動車呢 我之前也試過BD4S開 這個Model Y 我應該也把它開個幾天吧 如果是我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我的充電次數也很少 不好意思我們店裡有快充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我跟你講 主要我的同學啊 一些朋友開了這個車 其實他們遇到問題 並不是覺得說 去充電很麻煩啊 或是充電 要跟人家搶什麼 其實這個都不是問題 台北市區內使用 不太有遇到什麼 不好充電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主要的問題 都是出現在你要跑長途 你可能就要做一些規劃 要去哪個休息站 對 你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交遊環島 你可能你就要做一個規劃 你要非常清楚說 你的里程 go 在哪裡有這個充電的充電站 當然現在有APP了 但是你還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了解 跟規劃 你的路線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在都會區用 已經不太有什麼 想充電裝啊 被拔槍有的不的啊 有些地方你只要加入群組 哈哈哈哈 之類的對不對 反正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都會區都OK 好啦我也覺得希望 因為這沒有辦法擋嘛 擋都擋不住嘛 雖然我還是講了 汽油車我還是第一 PHEB有人問說為什麼我 他說我沒有講完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留言 我在講說我還是汽油車第一 油電車第二 電車我目前還是這樣的排序 講完你就開始爬山了 對講完我就開始爬山了 我沒有講完 為什麼我比較推崇油電車 因為我認為能源這個東西是這樣 能源它不是現在馬上就沒有了 油這個東西不是現在馬上說沒有就沒有了 還是油嘛 那環保這個東西呢 也不是說一進大家都不准用嘛 對不對 現在全部宣布台灣不能抽菸不能喝酒 你看會不會暴動 當然不是說進就進嘛 所以我覺得油電車這個東西 你只要把電的比例提高 油來當作輔助 我覺得這才是長久之計嘛 至少我覺得用這個方式啊 如果假設市面上的油電車是數量越來越多 我是覺得你可以減少掉很多的 碳排放也好 能源的消耗也好 污染也好等等 我覺得比較合理啦 那不是啊 你現在為了全部改電動車 然後你開始去擔心發電的問題 然後要一直在建設 把更多的地方 甚至你把地弄成太陽能板 本來在種田的地你變太陽能板 甚至這個你要到處都要安裝 這麼多的充電站 這難道不是一種浪費嗎 所以你把它弄成一個PHEV的狀態 就是我其實大部分九成 你像如果以我來講 我九成的使用 我是不需要加油 我就插慢充就好 因為PHEV都插頭而已 我也不用去快充戰啊 我就有220、110我插著這樣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樣不是感覺起來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狀態嘛 它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你們所謂的你們在意的那些東西 也不會有焦慮 那偶爾真的萬一我真的 沒地方充電真的不得已了 我才用油 我當然我不覺得電動車不是未來 只是我覺得 為什麼要這麼急著 好像什麼20幾年 全部都要電動車這樣 為什麼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陰謀呢 陰謀啦 對啊 油電明明就很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覺得 在我有生之年 全部改成電動車 我是不曉得我看不看得到 好啦 2022年的Model Y 後來降價了 變成212萬 我不知道市面上價格多少錢 那我覺得應該180幾萬吧 那我們賣出來呢 應該會在190多萬 我也不知道 划不划算好不好 這個市場決定 而且我有本來要上這個 特斯拉的網站去研究這個車 人家都怎麼賣 那你知道嗎 一台都沒有 還沒有人丟出來賣 不是 應該都是很快的就賣掉 不過我真的 我剛特斯拉那個網站 我講到一半 我真的覺得說這個網站 是很棒的 就跟我說那個車顧問網站是一樣 它只是給消費者多一個選擇性 所以呢 這個客人要把車賣給我們 他也非常能夠接受說 因為他就是 他有時間上的急迫性 因為他就要出國了 第二個他也不想跟人家站在那邊 摩梨巴說 看車什麼 有的沒的 要貸款 我是個人買家 我怎麼跟你貸款 對不對 等等等等的一些麻煩事 他也不想要花這個時間 有很多的網站 特斯拉他們自己的買賣網站也好 然後車顧問 或是其他的網站 就是他有不一樣的一個優點跟缺點 那每個人去選擇 你看 他把車賣給我們 我們還領養了他的這個狗狗 對不對 他還把他托付給我們 我們狗回來 那隻狗才一歲而已 我們那隻採購要養到他老 十幾年 那好像嫁妻沒兒子 你知道嗎 所以阿道我跟你講 以後你岳父 欸 這個我女兒養了這麼多年 對不對 你要娶我女兒 不表示表示 你要怎麼回他 你知道嗎 阿伯你才養他二十幾年 後面我要養到他四五十年以上 我覺得是不是你要表示表示 我先看你的表現怎麼樣 我在考慮要不要叫你爸爸 比如說有一天你在家裡 女生女朋友回來 我叫你幫我買一杯Coco 結果我回來說 我不是叫你幫我買一杯飲料嗎 女朋友說 阿忘了 好吧忘了就算 對嘛 應該是吧 如果今天角色互換喔 女朋友在家 你回來 我剛剛不是叫你幫我買一杯飲料 阿忘記了 來 阿在會怎樣 你為什麼沒買 每次跟你講 你倒遠不在聽 我跟你講話你遠不在聽 你是不是已經不在乎 你以前不會這樣 阿叫你買一杯飲料 有很困難嗎 有很困難嗎 唉唷 有經驗喔 原來每個人都這樣啊 好啦 我要做結尾 好啦 今天2022年MOTO Y 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拜拜 下週見 好 熱死喔 那媽的今天公園都沒人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沒人了啦 今天車評都跑去力保了啦 喔對喔 奇美那個啦 欸我們是冰江的第一台欸 欸所以你有訂到 確定啦 確定啦 月底就可以交車了 這麼快 會不會比台康還先來 有可能喔 他15號16號 他說小師哥 車可不見我們再展現展示 所以他們15號16號 去那邊做哨兵模式 哈哈哈哈